由塞沙迪领军才成立一个月的新政党Muda民主联盟党出世提升 将参加柔佛州选举 那该党早前和西蒙以及共振党达成了议席分配的共识 争取到九个议席上阵柔佛州选 而行动党和陈信党方面 他们已经是让出了六个议席给Muda去出战 当中就包括了丁能、五级哈逢、巴利拉热、马什、幽景镇 以及五级博卖 那这些都是土团党在上一届全国大选当中所赢得的议席 不过Muda和共振党之间的谈判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Muda向共振党开口要求 让出的是甘巴士、拉庆还有甘密这三个议席 但是都被拒绝了 共振党自己要出征 这就使得双方在谈判上陷入了僵局 来到今天 Muda可以更加确定的就是 他们所要的两个议席已经落空 共振党老大安华今天率先公布了五名柔佛周选的战将名单 分别就是巴西拉热、蒂南、拉庆、甘巴士还有五级巴都 当中有两个就包括了Muda鼠疫的议席 而针对共振党他们拒绝让出Muda新属的议席 该党副主席郑立康向《八点最日报》指出 作为新政党难免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因为不是每件事情你要就能够谈妥的 他指出Muda向共振党要求的三个议席 拉庆、甘巴士和甘密是上一届大选当中西蒙胜出的选区 因此他们共振党绝对不会出让 郑立康举例说 共振党在1999年刚刚成立的时候 那当时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从蒙党的手中拿到好的议席 那是碍于资源、基层意愿还有胜算等等的问题 最后共振党攻打的过半数都是上一届输掉的议席 共振党老大安华今天中午在柔南新山 强先公布首五名即将批跑上阵柔佛周选的候选人名单 安华透露共振党这一次有别以往 提早宣布候选人阵容 是因为要让基层和竞选机关能够有效运作 而他也坦言 要决定这份候选人名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整个推介候选人的仪式上 安华只字不提Muda民主联盟党而针对公正党不愿意出让Muda所要的议席 蓝眼副主席郑利康在接受八点最日报访问时就做出解释 他说Muda开口向公正党要求的三个议席都是他们曾经胜出的选区 因此公正党是不会让出的 郑利康透露虽然公正党拒绝出让但他们之后有向Muda 现役另外三个议席不过他们不接受 这一次Muda是要求三席是上一届已经赢得的这个选区 Lakkin Gambil还有Kampas 我们是给不到 所以我们有另外三席 但是他们不接受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谈判已经是算是破裂了吧 虽然没有得到属意的议席 但郑利康说 其实Muda目前手上的议席并不差 因为行政党和诚信党出让给他们的六个议席 都是上一届西蒙胜出的 因此从发现率来看Muda还是有胜算的 另外郑利康坦言 虽然在议席谈判上破裂 但双方还是维持着合作的关系 而他也希望Muda能够投桃暴力 不会攻击公正党上阵的选区 为什么我们还是坦 是因为我们是正诚地希望说 所有的在野党是能够在没有重叠 没有打算挑战的情况下去迎战这个周旋 我们是肯定不会去打 这个Muda已经现在拿到的议席 我们肯定不会跟他们打三角战 但是希望他们也会投桃暴力 不会在我们打的选区打三角战 如果Muda跟我们打三角战的话 老实说那个不是在我们的掌控范围里面 如果是Muda打三角战 我们也是只有硬着头皮迎战 郑利康没有把话说死 虽然他坦言在一起分配上和Muda的谈判破裂 但是西蒙公正党和Muda还是有合作的空间 现在也还是维持着合作关系 耐人学位的就是 尽管Muda的掌舵员今天下午出席了西蒙竞选机关推进仪式 赛沙迪和安华他们还并肩而坐 不时交头谈话 用同台秀善意的行动来粉碎不和的传闻 但是针对议席谈判的进展他们两人就是不愿多谈 口风很紧 反而是呼吁反对党要团结起来 枪口一致对外 安华说西蒙已经纳入了Muda民主联盟党 还称呼Muda是新来的朋友 并促请各反对党要放下过往的成见 向前看 努力恢复人民的委托 而赛沙迪他也向盟友强调 Muda无意在柔佛周选中 跟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对抗 他们知道谁是朋友 谁是敌人 还说想要彻底改革国家的政治制度 那么敌人就是国阵巫统 而柔佛周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西蒙必须要击败国阵 努力赢得这一次的柔佛周选 詐吗